所以就把这个花生桂取名做花生豆腐 如今老板娘已经不在了 豆腐店也交给她最疼爱的小孙子 接下棒子 虽然做花生豆腐耗时费工 夏天更是酷热难耐 但是年轻老板说 这是她怀念和纪念阿嬷最好的方式 所以她会加倍努力 把老人家的好手艺传承下去 就像思念长长久久 裹一些蔬姜粉 下去油炸起来就OK了 加花生粉也可以 芝麻粉也可以 春菌皮 还有一点花生粉 芝麻粉 就是把它包起来 再裹粉用油炸 炸完之后用泰式的酱料酸酸甜甜 春菱油炸 外酥内嫩 像是芝心披萨一样 瘫压有韧性 凉拌或是淋上勾芡汤汁 简单清爽 是炎炎夏日的开胃好料 老板娘王若 正在示范的是屏东内谱客家庄 常见的花生豆腐 也不像豆腐 也不像麻糬 也不像菜桃粿 比豆腐Q 比菜桃粿软 口感独特的花生豆腐 其实是贵的一种 创始老店第三代老板钟玉峰 每天一早就为了这传家绝活 挥汉忙碌 七八年以上的老米 比较没有水分 可是它煮起来的东西会比较Q 新米的话煮起来会烂烂 再来米旧米泡水一碗软化 磨成米浆 接着主角登场 一挤的 一挤的下去做 因为花生豆腐不能有坏掉的 因为你坏掉的话 你整锅就会坏 外国的 它的那个香气不够 没有本台湾的那么的香 油脂也有差 因为香气 油脂就是等于是香气 云林北港出产的特选花生 颗粒浑原 油脂饱满 拿来做花生豆腐 滑嫩度跟Q度最好 花生姜从研磨机流泻而出 空气中浓浓花生香气 立刻扑鼻而来 煮起来更香 你高温之后 它的油脂释放之后 它的味道更香 花生豆腐原料很简单 只有花生米浆两样 但做起来不容易 米浆预热 很快就和花生姜融合 凝结成半固态状 得要不断翻搅才不会焦锅 现在有机器手备帮忙 还是得在旁边紧盯着 钟玉峰说 这比起小时候的完全纯手工 已经轻松许多 你要拼命搅 你搅得不够快 尤其以前是烧灶的时候 它火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它整个就浮了 整个就会焦了 轮流 跟妈轮流 她搅完就换我搅 搅完就换她搅 你在搅的时候 她的汗是用喷的 钟玉峰的Apple 标准的客家女性 刻苦耐劳 70年前发挥好手艺和巧思 把自家和田里种植的花生 做成花生柜 因为是用做豆腐的板模当工具 干脆取名花生豆腐 在附近的小市场摆摊贴补家用 客家人做的柜 对上客家脾胃 也变成了众多店家模仿的对象 最终逐渐成为常见的食材 客家庄餐桌上的饮食日常 卖四十几年 四十二年 内谱卖最久了 做 就是你 对 钟妈妈蔡宜珍 是内谱最资深的达人 肚子怀着中玉峰时 就跟着婆婆做花生豆腐 从少妇到现在67岁 日复一日 人生跟花生豆腐黏在一起 一转眼42个年头 最庆幸的是 年轻人愿意在厨房流汗 接续婆婆留下来的好东西 做这个很累啊 在做很累 她能自己在吃苦耐劳 所以她今天有这个成就 就是她们认真勤劳过来的 越来越凝固 越来越凝固 所以我们都要顾着 等到她加水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们变成说我们要 上面要在自己还要用手去搅拌 花生米浆美得冒泡 滚煮两个半小时 才可以咬进板膜当中 装模作样 加上花生豆腐料理方式 以凉拌为主 夏天是制作高峰 得忍受厨房高温煎熬 和冬天的冷清夜积 冷热反差 特别需要意志力支撑 以前做的话生意没有那么好 加上它冬天跟夏天的落差很大 所以你等于说你冬天的话 要维持这个花生豆腐生气的话 就比较有困难 所以变成我们冬天 就要去外面找工作 做过松破云 做过业务 还有做过皮包 还有帮人家开车 夏天就跟老板讲说 我们家里开始在忙了 所以家里需要我们 我们也要回去帮忙 我们就离职 离职明年又下去找个别的工作 从小就要到田里捡稻穀壳 让阿婆烧造 跟老人家感情深厚 也因此钟玉峰退伍后 就留在家里接放 当母亲的助手做花生豆腐 这一块块的任性弹牙 其实有钟玉峰对阿婆的思念 和责任在其中 阿婆叫钟玉峰 钟玉峰 跟阿婆的感情好不好 好 很好 好到很好 没有 我爸爸是最小的 我是他最小的孙子 所以他 小孩 满孙 对 所以他最疼我的 所以要把他留下来 把他做好 把他让人家知道说 在家装有这个花生豆腐 要推广阿婆的花生豆腐 年轻人有毅力 有想法 找附近的美和科大产学合作 让花生豆腐变化出多种创新料理 用新手法表现够早味 钟玉峰还努力参攒比赛 拿下客家小吃点心类第一名 终于打出口碑 从阿婆和妈妈的零售贩卖 转型成为批发生意 供下贝加增 万蓝香 猪脚街 成为所有店家的 花生豆腐供应商 也希望透过猪脚店的火热生意 让外地客与吃惊艳 把花生豆腐推出客家庄 现在有儿子接棒传承 钟妈妈还是闲不下来 跟过去42年一样 每天骑着机车绕遍内浦附近的乡镇 提供最原始的栽培服务 钟家母子两代饮水思源 为了延续阿婆的智慧 发扬在地餐桌特色 她会再认真另一个40年 好 走了 跟着我 好 拜拜 拜拜 别打呼哦 别打呼哦 我说说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